10月23日下午 一条跑男来了 跑男航班信息大曝光的消息 在微博微信上广泛传播 消息中透露 23日下午小鲜肉陆寒将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当天大批粉丝提前两个小时 聚集在美兰机场到达厅等候 最后陆寒走秘密通道 从另一个出口直接上车离开机场 粉丝们知道后疯狂追赶 可还是没有目睹自己偶像的风采 失望而归 从当天网友拍摄的照片来看 陆寒一身休闲运动装扮走下飞机 他戴着口罩和鸭舌帽 身着炫酷的T恤衫和黑长裤 帅气逼人 23日下午 杨密戴着墨镜和口罩 一身运动装扮 现身海口美兰机场 多名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 明星杨密已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现场大批粉丝围堵 杨密此次海口之行 或是录制跑男节目 根据网友现场拍摄的图片和视频看 当天杨密戴着墨镜和口罩 一身运动装扮 黑色短裤秀出大白长腿 现场很多围观的群众和粉丝 纷纷跟随拍照 目前对于拍摄地点和时间 这件卫视为保证节目顺利完成录制 具体信息暂时保密 在网友的猜测中 海口冯小刚电影公社上榜率非常高 而据微博网友爆料 10月24日下午 这件卫视奔跑的兄弟第三季 在海口电影公社进行录制 跑男团上演私名牌大战 小小的默契让爱转动 做你最骄傲的英雄 我是你骄傲的英雄 我就是你 OK吗 OK吗